天呐,你们听说了吗?最近网上可热闹了。有个海外博主看到咱们肖战哥哥的欧莱雅直播反图,居然以为是AI合成的。这事可把我乐坏了。看来肖战的颜值真的是突破天际啊。 这样的误认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也说明了肖战的颜值已经达到了难以置信的高度,让人不得不怀疑自己的眼睛。肖战的神颜已经率翻全球,真正做到了用颜值出圈。这样的魅力实在是不可阻挡。 事情是这样的,肖战作为欧莱雅的代言人,最近出席了一场品牌直播活动。在直播过程中,肖战的状态可谓是无可挑剔。他的一举一动都展现出了极高的专业素养和迷人的个人魅力。尤其是那一张张反图,传到海外之后,迅速引发了热议。 一位海外博主看到后,竟然以为这些照片是通过AA技术合成的,毕竟像肖战这样惊为天人的颜值,在现实生活中实在是太罕见了。 对于这样的误解,很多网友觉得既好笑又无奈。毕竟,这已经不是第一次有人对肖战的颜值产生疑问了。 此前,也有不少网友在社交平台上感叹过,肖战的五官精致的仿佛不是人类应有的样子。 甚至有人开玩笑说,肖战的颜值已经超出了人类审美的上限。 尽管这些言论带有夸张的成分,但他们也从侧面反映了肖战在颜值方面的超凡魅力。 肖战之所以能在全球范围内引发如此广泛的讨论,绝不仅仅是因为颜值。 在过去的几年里,肖战通过自己的努力,在演艺事业上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从《陈情令》中的《魏无线》到《狼殿下》中的《极冲》,再到《玉谷窑》中的《石影》,肖战用一个个经典角色征服了无数观众的心。 他的演技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可。 而这些优秀的作品也为他赢得了实力派的称号。 肖战的成功并不仅限于迎评。 在音乐、时尚等多个领域,肖战同样展现出了极高的天赋和影响力。 他的每一次亮相,无论是参加音乐节、演唱会,还是出席时尚活动都会引起广泛关注。 他的一举一动都会成为粉丝和媒体热议的话题。 可以说,肖战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演员或者歌手,而是一位全能型的艺人。 他身上的闪光点实在是太多了。 肖战的魅力不仅仅在于他的外表和才华,更在于他的为人。 记得有一次,有粉丝在机场遇到肖战,激动地说不出话来。 肖战就很温柔地跟他说,别紧张,慢慢来,我们有时间,这种体贴和善良,真的让人感受到了他的暖心。 还有一次,肖战在颁奖典礼上获奖后,特意感谢了自己的父母和粉丝。 他说,谢谢爸爸妈妈给了我这么好的基因, 谢谢粉丝们一直以来的支持,我会继续努力,不辜负大家的期望。 这番话说得我都要哭了,多么真诚可爱的大男孩啊。 肖战的成功给我们很多启示。 他告诉我们,天赋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努力。 无论是演戏还是唱歌,肖战都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 他也告诉我们,要保持谦逊和感恩的心,无论多么成功,都不要忘记感谢身边的人。 在这个喧嚣的世界里,有一个人如同一束耀眼的光芒,照亮了无数人的心灵。 他,就是肖战。 然而,这位在娱乐圈中绽放着独特光芒的明星,却也经历着常人难以想象的磨难。 肖战,站在娱乐圈的最顶峰,享受着那独特的风景,但与此同时,他也承受着千万人盯着,踩着骂着的巨大压力。 这一年,肖战除了在剧组专心拍戏和参加必要的活动之外,几乎很少露面。 可即便如此,仍有人不断地蹭着他的热度,挂着他的名字,甚至肆意地骂着他。 最让人心疼的是,最近在剧组低调拍戏的肖战,竟然在公开场合被某家粉丝大规模骤骂。 这一恶劣行为甚至惊动了海外媒体。 该粉丝群体的嚣张气焰令人震惊。 他们还扬言以后只要有公开场合,就再骂一次。 这可把肖战的粉丝们心疼坏了。 但幸运的是,肖战拥有一支有力的团队,为他保驾护航。 8月28日,上海九泽律师事务所受肖战工作室和肖战的委托, 对相关网络平台用户持续发布侮辱诽谤肖战等侵权信息展开行动, 进行侵权证据保全及诉讼维权工作。 律所发布的案件简讯中明确提到,暴吐散人等用户捏造不实信息, 公开发表对肖战的侮辱诽谤性言论,涉嫌严重侵犯肖战的名誉权。 律所已经迅速完成证据固定,并第一时间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请求。 肖战在告黑这件事上的态度实在令人钦佩,他从不安虚地果决干脆。 肖战的告黑维权行动几乎从未以工作室的名义发布过, 而是由律所直接锁定证据走法律程序。 这充分展现了肖战本人的坦荡清白,也是对爱他的粉丝最好的回馈,让大家放心。 相比之下,很多艺人在维权时往往只是做表面功夫。 在粉圈争端中,自家官方常常下场,为了维持自己粉圈的稳定, 以工作室的名义发布信息,挂别加素人信息,营造出维权的假象, 实则只是为了稳固自己的粉丝群。 而肖战却截然不同,他的坦荡让人敬佩。 有人说,公众人物应该有一定的容忍度,但这绝不是随便网报别人的借口。 2020年,肖战陷入了铺天盖地的网络漩涡之中, 在那艰难的时刻,他苦苦挣扎。 若不是他的人品足够清白,内心足够强大,恐怕早已消失于娱乐圈了。 我想,这也是肖战如今告黑态度如此坚决的原因之一。 那些躲在幕后的键盘侠,抱着各自不同的目的, 却给他人带来了无法预知的伤害。 肖战,他不仅仅是一位明星,更是一位勇敢的战士。 他用自己的行动向网络暴力宣战,为正义而战。 他的坚持和勇气激励着每一个人。 在这个充满挑战的世界里,我们需要更多像肖战这样的人, 敢于站出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为正义发声。 肖战的才华和努力,让他在娱乐圈中脱颖而出。 他的演技精湛,能够将每一个角色演绎得淋漓尽致, 让观众们沉浸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 他的歌声动人,如同天籁之音,能够触动人们内心深处的情感。 他的努力和付出,大家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除了在演艺事业上的卓越表现, 肖战还积极参与公益活动。 他用自己的影响力,为那些需要帮助的人送去温暖和希望。 他的善良和爱心,让他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的榜样。 他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一个人不仅要有才华和成就, 还要有一颗关爱他人的心。 在面对网络暴力时,肖战没有选择退缩, 而是勇敢地站出来,用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 他的坚定信念和无畏精神,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真正的强者。 他不向恶势力低头,不被困难所打倒。 他用自己的行动,向世界证明了自己的价值。 肖战的故事,是一个关于坚持、勇气和正义的故事。 他的经历告诉我们,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和挑战, 我们都不能放弃自己的信念,都要勇敢地追求自己的梦想。 他的存在,让我们相信,在这个世界上, 正义终将战胜邪恶,善良终将战胜丑恶。 让我们一起支持肖战,将维权告黑,进行到底。 让我们共同为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网络环境而努力。 相信在肖战的引领下,我们会看到更多的正义之光, 照亮这个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肖战,你是我们心中的英雄。 你的勇气和坚持将永远激励着我们前行。 当肖战忙碌于剧组拍戏,在那紧张而充实的日程中, 他却再次以音乐作品为人们带来了惊喜,收获了重量级的荣誉。 国际知名媒体《国际在线文娱》的报道, 如同一阵春风吹遍了网络的每一个角落。 肖战凭借歌曲《同路人》成功入围年度优秀数字音乐作品, 并且斩获了一项公益类大奖。 这个消息一经曝光,瞬间引发了广泛关注和热议。 众人一致认为,肖战或此殊荣实至名归。 这不仅展现了他在音乐领域的卓越实力, 更是再一次有力地证明了他作为正能量偶像的非凡身份。 当我得知这个令人振奋的消息时,内心的激动难以言表。 那一刻,我深切地感受到, 这无疑是对肖战多年来默默做公益的高度肯定。 肖战,他是如此的忙碌。 拍戏时,他全情投入,将一个个角色演绎的生动鲜活。 唱歌时,他用动人的嗓音传递着情感与力量。 参加活动时,他始终保持着真诚与热情。 然而,即便日程拍得满满当当, 他却从未忘记自己的公益初心。 同路人,这首充满温暖和正能量的歌曲, 如同一条流淌着爱与希望的河流。 他的旋律动听,仿佛能穿透灵魂, 触动人们内心最柔软的地方。 歌词感人至深,每一个字都蕴含着无尽的力量。 这首歌,不仅仅是对肖战音乐才华的肯定, 更是对他人格魅力和社会责任感的深刻认可。 获奖类别为公益类, 这意味着肖战以作品为载体, 将温暖与希望传递给每一个人。 他用音乐诉说着故事, 用旋律唤起人们内心的善良。 这个奖项是对肖战多年来默默奉献, 热心公益的最美褒奖。 熟悉肖战的人都知道, 他不仅仅是一位优秀的演员和歌手, 更是一位热心公益的爱心大使。 在荧幕前, 他用精湛的演技和动人的歌声征服了观众。 在生活中, 他用实际行动诠释着爱与责任。 无论是为偏远地区的孩子们捐赠书籍和学习用品, 还是为贫困家庭提供帮助。 无论是积极参与环保行动, 还是致力于改善社会中的不公和困难, 肖战始终如一地践行着公益之路。 肖战的公益行动, 犹如一盏明灯, 照亮了无数人前行的道路。 他曾多次参加公益活动, 助力慈善项目。 他的每一个举动, 都充满了爱心与关怀。 他用自己的力量, 为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送去温暖和希望。 他的善良, 如同春雨滋润着每一个干涸的心灵。 他的坚持, 如同磐石, 在风雨中屹立不倒。 他的奉献, 如同阳光, 温暖着整个世界。 小飞侠们, 在肖战的带动下, 也成为了一支强大的公益力量。 他们在全国各地, 组织了各种形式的公益活动, 从捐款助学到义务献血, 从关注弱势群体到支持环保事业, 几乎涵盖了所有的公益领域。 他们用行动诠释着对肖战的支持, 用爱心传递着正能量。 肖战的正能量, 不仅感染了他的粉丝, 也通过他们扩散到更广泛的社会群体中。 他就像一颗火种, 点燃了人们心中的爱与希望。 随着肖战荣获公益类音乐大奖的消息传开, 粉丝们纷纷在社交媒体上表达了对他的支持和祝贺。 他们的话语中充满了自豪与感动, 因为他们深知肖战的努力和付出得到了应有的回报。 不少粉丝表示, 肖战获奖当之无愧, 他不仅是一位优秀的艺术家, 更是一位值得信赖的工艺人。 在他们心中, 肖战就是那道最耀眼的光芒, 照亮了他们前行的道路。 大家都相信, 肖战会继续保持初心, 在未来的演艺道路上带来更多的精彩作品。 他会用他的才华和努力, 为观众们创造一个又一个的艺术奇迹。 同时, 他也会一如既往地投入到工艺事业中, 用自己的影响力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他的存在, 让我们相信, 这个世界上还有着无尽的爱与希望。 肖战, 他是爱与力量的使者。 他用自己的行动, 告诉我们什么是坚持, 什么是奉献, 什么是责任。 他的光芒, 不仅仅照耀着娱乐圈, 更照耀着整个社会。 他的故事, 将激励着我们每一个人在生活中勇敢前行, 用爱去温暖这个世界。 在未来的日子里, 我们期待着肖战继续绽放光芒。 我们相信, 他会在艺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为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和感动。 他会用他的音乐, 他的演技, 他的爱心, 书写属于他的辉煌篇章。 让我们一起为肖战加油, 一起见证他的成长与进步。 因为他是肖战, 那个独一无二的肖战, 那个永远值得我们期待和敬仰的肖战。 近来, 随着肖战主演的新电影《射雕英雄传》即将上映, 娱乐圈再次掀起了一阵波澜。 一场莫名其妙的票房之争, 如同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 瞬间引发了无数的涟漪。 这场争论, 不仅在粉丝群体中引发了热议, 更是惊动了文化圈的大佬们。 在众人的瞩目之下, 这场争论的走向变得愈发扑朔迷离。 然而, 在这一片喧嚣之中, 一位著名世人的发文, 犹如一道明亮的曙光, 为这场争论带来了新的视角和思考。 说起这场票房之争, 实在是让人哭笑不得。 明明电影还未上映, 就有人迫不及待地开始预测票房。 各种数字漫天飞舞, 有说能破十亿的, 有说能破二十亿的, 甚至还有人豪言要破三十亿。 这些数字听起来似曾相识, 仿佛每次有大片上映前, 都会出现这样的声音。 但这一次, 事情似乎又有所不同。 因为争论的焦点, 不仅仅是票房数字, 更多的是对肖战本人的评价。 有人将肖战视为顶流, 对他的影响力赞不绝口。 有人却仅仅将他看作是流量明星, 对他的演技提出质疑。 众说纷纭, 莫中一世。 在这场争论愈演愈烈的时候, 那位著名诗人站了出来。 他的一番话, 如同给这场无谓的争论, 浇了一盆冷水, 让人瞬间清醒。 他明确指出, 票房是出品方操心的事情, 在没有上映的情况下, 有些人不要煽风点火了。 这句话说得多么在理啊。 电影尚未上映, 票房能有多少? 谁又能说得准呢? 即使是业内的专业人士, 也不敢轻易下定论。 更何况是我们这些普通观众呢? 与其在这里争论不休, 不如静下心来, 等待电影上映后, 用实际的观影体验来评价。 这位诗人的发言并没有就此结束。 他接着对肖战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肖战的影响力是断层的, 在内渔的咖位非常大, 是实力派演员, 也是顶流巨星。 这番话一出, 立刻引起了网友们的热烈讨论。 他高度评价了肖战的个人影响力, 指出, 肖战如今在内渔的地位已经是顶流级别, 他的影响力几乎是断层似的。 这种评价, 不仅仅是对肖战过去几年 在演艺圈辛勤努力的认可, 更是对他未来发展的巨大鼓励。 能被一位著名诗人如此盛赞, 肖战的实力和魅力可见一斑。 这不仅证明了肖战在演艺圈的地位, 更是对他多年来努力地肯定。 从选秀节目出道的那一刻起, 肖战就如同一颗刚刚升起的星星, 虽然光芒还略显微弱, 但却充满了无限的潜力。 随着陈情令的爆红, 肖战如同夜空中最璀璨的星辰, 瞬间照亮了整个娱乐圈。 他所饰演的魏无限, 洒脱不羁, 重情重义, 深深地印刻在了观众的心中。 从那以后, 肖战的演艺之路越走越宽, 王牌部队, 梦中的那片海, 等作品的成功, 更是让他的实力得到了进一步的证明。 在每一部作品中, 肖战都用心去诠释角色, 用自己的努力和才华, 为观众们带来了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 在票房之争的背后, 我们看到了肖战粉丝们的理智与支持。 他们在网络上纷纷为肖战点赞送祝福, 表达着对他的无限喜爱和支持。 对于那些过早预测票房的言论, 粉丝们表现出了冷静的态度。 他们深知, 现在谈论票房还为时尚早, 应该将更多的关注点放在电影的内容和演员的表现上。 他们相信肖战的实力, 相信他会在电影中为大家带来精彩的表演。 这种理智和支持是对肖战最大的鼓励, 也是他前进的动力。 正如那位诗人所说, 肖战的努力与才华是有目共睹的。 票房并不是衡量一个演员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 对于粉丝来说, 真正重要的是肖战能够不断带来优质的作品, 并在演艺道路上坚定前行。 而《射雕英雄传》作为肖战最新的电影, 无疑承载了粉丝们的期待。 他们希望肖战能够在这部影片中展现出更多的可能性, 继续创造属于他的经典角色。 肖战的魅力不仅仅在于他的演技, 还在于他的人格魅力。 他始终保持着一颗谦逊的心, 不断学习和进步。 在拍摄过程中, 他不怕吃苦, 努力钻研角色, 力求将每一个角色都演绎得淋漓尽致。 他的敬业精神和对艺术的执着追求, 赢得了业内人士的一致好评。 同时, 他还积极参与公益活动, 用自己的影响力为社会做出贡献。 他的善良和爱心, 让他成为了粉丝们心中的榜样。 在《射雕英雄传》之后, 肖战还有多部影视作品正在筹备中, 每一部作品都承载着他对演艺事业的热爱与执着。 无论外界的声音如何, 肖战始终保持着一颗赤诚之心。 他用实际行动告诉大家, 一个真正的演员, 不仅仅是靠颜值和流量, 更是靠实力和努力。 他不断挑战自我, 突破自我, 努力提升自己的演技。 他的未来充满了无限的可能, 我们有理由相信, 他会在演艺道路上创造出更多的辉煌。 肖战的影响力已经断层, 而这背后是他多年如一日的努力与坚持。 他用自己的汗水和泪水, 铸就了今日的辉煌。 他是娱乐圈的一颗璀璨之心, 照亮了无数人的心灵。 祝福肖战, 期待他在未来的每一个作品中, 都能闪耀光芒, 续写属于他的辉煌篇章。 让我们一起见证肖战的成长与进步, 一起为他的未来加油。 在浮华璀璨的娱乐圈中, 肖战以其独特的魅力和坚韧的品质, 成为了一个令人瞩目的存在。 肖战并非出身豪门, 没有资本的保驾护航, 也没有高人的避应护佑。 他就像一个孤独的勇士, 单枪匹马地闯荡在这个, 看似光鲜, 实则暗流涌动的名利场。 然而, 正是这样的他, 让人不禁心生敬佩与心疼。 一、孤独前行, 铸就辉煌, 肖战的娱乐圈之路, 充满了挑战与艰辛。 他没有强大的背景作为支撑, 一切成就都只能靠自己的努力与汗水去浇灌。 在这条不满荆棘的崎岖小径上, 他独自承受着无数的委屈与不公。 那些不为人知的泪水和汗水, 是他成长的见证。 我们所看到的肖战的荣光, 背后是他无数次默默吞咽的痛苦。 他独自对抗着娱乐圈中的妖魔鬼怪, 师妹枉凉, 却从未退缩。 他以凡人之躯, 勇敢地挑战着娱乐圈的风云变幻, 展现出了非凡的勇气和毅力。 肖战不是铁打的身躯, 刀子捅在身上也会痛, 也会落泪。 但他始终坚守着自己的信念, 用坚强的意志支撑着自己前行。 他的每一步都走得坚定而踏实, 用自己的努力和才华, 赢得了观众的喜爱和认可。 二, 洞察事情, 坚守自我, 肖战身之世道的艰难, 却从未选择迂回绕行。 他埋头走路, 勇敢向前, 用行动, 诠释着对梦想的执着追求。 他明白人心的险恶, 但他从不慌乱躲避, 始终保持着平静直视, 坦然面对种种非议与质疑。 肖战从不激烈对抗, 但他绝不示弱求柔。 他用自己的方式, 坚守着自己的原则和底线。 他坚信, 真正的强者无需攀附权贵, 更不会出卖灵魂走捷径。 他以自己的实力和努力, 一步一步地走向成功。 在这个充满诱惑的娱乐圈中, 肖战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 他不被名利所迷惑, 不被外界的干扰所影响。 他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我们, 只有坚守自我, 才能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中 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 三, 脚踏实地, 追求卓越。 肖战选择了一条, 世间最难走, 最愚笨的路, 脚踏实地, 一步一个脚印的前行。 他深知, 成功没有捷径可走, 只有通过不断的努力和积累, 才能实现自己的梦想。 肖战绝不内耗, 他将所有的精力都倾注于自我提升。 他不断地学习和进步, 努力提高自己的演技和歌唱水平。 他用自己的努力和才华, 证明了自己的价值。 你追一步, 他便跑失恋。 你行摆布, 他便飞万里。 肖战以擎桌打磨心智, 用自卷躲避枪害。 他以柔软对抗锋芒, 用善意化解恶念。 以微笑面对暴力, 用阳光覆灭黑暗。 他的目标坚定, 无论前方路途多么坎坷, 他都只管闷头向前奔跑, 直至将所有人远远甩在身后。 四, 孤勇者的传奇, 肖战以其孤勇者的姿态, 在娱乐圈中独树一帜。 他直面生活的磨难, 笑对人生的起伏。 无论遭遇何种困境, 他始终坚守初心, 勇往直前。 他的坚韧与执着, 让我们看到了平凡人身上的非凡力量。 他没有超人的力量, 却以凡人之躯, 书写了属于自己的传奇。 他的每一次微笑背后, 都是对痛苦的默默忍耐。 他的每一次飞跃, 都是对困难的顽强克服。 肖战的故事, 激励着我们每一个人。 他让我们相信, 只要心中有光, 便能无惧任何风雨。 他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我们, 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 都要勇敢地面对, 坚持自己的梦想。 结语, 大圣, 此去愈何? 踏南天, 遂灵霄。 若一去不回, 便一去不回。 这是肖战的信念, 也是他对未来的承诺。 在这个充满变数的娱乐圈, 肖战或许无法预知明天的命运, 但他可以选择今天的努力。 肖战, 这位单枪匹马, 勇闯娱乐圈的孤勇者, 他的坚韧, 执着与勇敢, 将永远激励着我们前行。 他是我们心中最耀眼的星光, 照亮了我们前行的道路, 让我们以心疼之名, 向肖战致以最高的敬意。 他的故事, 将成为我们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 激励我们, 在追求梦想的道路上, 永不放弃, 勇往直前。 感谢观看